有这样的一群人抱着用美食弥补自己心灵空缺的心态 奔向其他城市却一次次在餐桌前懊悔不已 在社交网络上这样的城市被称作美食荒漠 在美食荒漠榜单上名列前茅的城市 都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在前十名美食荒漠当中 南北方城市城七三开 在整个荒漠集团中 由于北京和杭州的领先幅度相当巨大 单独形成了一个独立厂牌荒漠兄弟 北京有烤鸭 杭州有东坡肉 其他被吐槽为美食荒漠的城市 也有各自响当当的美食 但他们还是不幸上榜 以北京为例 大家对北京的吐槽集中于某几样食物上 比如炉煮烤鸭和炸酱面等 虽然在北京本地人看来 这些食物算得上地方代表 但在口味不同的外地人看来 这些食物并不具备什么说服力 以杭州为例 大家对杭州美食的批评 集中于对菜系口味的不理解 比如热度比较高的杭帮菜 清淡糖醋等词汇 从中多少能看到一些充满共性的发言 我没有想减肥 但杭州实在太不好吃了 糖醋口的食物怎么能下口 在这次的美食荒漠评选中 上海排在了第四位 当大家赞美这座城市的饮食文化时 法餐、异菜和日韩料理都是顶好的选择 但在吐槽上海的微博里 本帮菜、小笼包也是不少人批评的对象 其实 身体日常被工作掏空的打工人 总想着靠一顿美食回血 但不管是纠结的选餐过程 还是最后不算好吃的餐食 难免让人觉得这座城市的食物 实在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不够友好